那 接下来 请收看 长老发育 我曾经跟我一个 那个 我 老师的老道友吧 我就跟他谈呢 就说这个法 我说现在学禅宗的人啊 我们学禅宗的人 人家 这个 禅门一入香 顿朝植入 执政菩提 什么都不讲 我自己来的根基人 根本就求学的人 学法的人 不是学大学下诚啊 过来古人 就批评这些个 学的人啊 学的人呢 就是形容着 得到海里头去 算杀 你算的孩子里 杀一粒一粒的 能算得清楚吗 说你自己找烦恼 入海算杀 图治困 你自己把你自己困住了 不经过这个学习 顿朝植入 立正菩提 佛的大乘教育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佛要讲此地的 因为那时候 那么这位老师就跟我讲 说你弘扬经啊 要看时机 要看人的关系 看当时的人的情况 大家的趋向 不可背有这个时间 社会的条件 研究研究 研究当时的客观的 现实的环境 因为那时候 三五灭佛的时候 经书没有了 都烧掉了 都毁掉了 如果你有一本经书啊 犯法了 那不敢有经书 那逃到三林里头去 说他就直观心性 但是那五欲也都停歇了 那这三林里头 贪真词 五欲停歇了 如果不断五欲 学什么法也不行 那欲望的情 很渐入佛道 这是佛道 那我从事这想了 想那个地藏经了 大地失灵经啊 不能弘扬的原因 没人讲的 对时候不对 机缘不对 这些法没谁听 那什么都不用 就点上一声大作就行了 子子铭心 见性成佛 顿朝之肉 立正菩提 多简单呢 又轻松 又愉快 又没得负担 如果咱们 这个咱们把咱们戒律学起来 三千五一八万西横 那可麻烦了 这一天早就从早上到晚上 那你就小心 小心翼翼的 很容易疯 所以佛说这个比喻啊 说现在的这个 磁人 磁人 伤心病狂 或者傻子 或者害心疹病的 磁人 不久 便当知己 废磁人 说你这个身体啊 要这样的 不无因果的话 那好多的 旺盛大成 甚至于把那小说 把今天和尚 现在电视长眼 今天和尚 把他拿来 当你的行事的标本 那你肥下对于不可 你哪有他的本事啊 你那个 喝药 吃肉 喝酒 这还不算 还要到鸡女院去 你不下跌 他去了 他是他 你是你 那是小说 真的是这回事吗 道际禅死是有一个行为 超过常人所想象的 也有这个事实 但是你不能效法他呀 他是利益众生 对每个众生的根据 因为他去度那个众生 他必须对他那句 献这一法 但你没他那本事啊 在这个八府交间的时候 你能够得到泄脱 那可以了 这是寡卫的自己享受 与此的人 他这样做 他会受报的 受神报呢 说不出来话 多日夜 结舍不严 受住苦毒 痛欠难饮 生前啊 死后呢 一定都无间地 下地 机会在地狱出来 在乐鬼 出生到 轮装往来 这前面都这样说过了 说不再讲了 应知入前 慈悲广说 佛说我前头都讲了很多了 不再重复了 善男子 是个自主 先应观察一下 纵正心呢 说有智慧的人呢 先观察 对机说法 观察观察 现在的时节 现在的因缘 现在纵正是什么情况 然后再说法 先当发起 发起什么呢 十种心 这十种心 可不能跟咱们讲 华安经的讲啊 十种心 用心不同 第一个慈心 大骨子的慈心 跟这个 所说的慈心 料有差别 这个慈心呢 只是让众生 减出烦恼 能够欢乐 有这么个慈心就够了 说你叮当 指的众生 现在他们想的是什么 然后你再说法 应当先发心 发十种心 然后再说法 那你检查 那你检查 你这十种心 发没发 发到什么程度 第一个慈心 这个慈心呢 先发一个 减少 减少别人的负担 减少负担 让他生欢喜心 你敢讲 你的说的法 能使他生欢喜心 这就叫慈心 但是悲心 他现在有什么痛苦 你要让他把这个痛苦除掉 除掉 而现在很悲痛 很痛苦 你给他除掉 怎么样除呢 说他能够欢喜领寿的 不一定说大成小成 先不说大成小成 他病苦很痛 你告诉他难心 说你心里头啊 转移一下 转移目标一下 怎么转移呢 我举个例子说 一个人还答备 答备就是 后心口那地方 长个窗 这个窗烂的呀 都看见他那个 在后边看的心脏跳动 这老中医生一看呢 实在没办法治疗了 你该死了 他试验一下 我给他转转 我给他转转 转转转 怎么转呢 他说呀 你放心 你这个病啊 我很快能给你治好 但是有一样哦 在你治这个病的过程当中啊 那个屁股上 要长个窗的了 那一窗要长出来 我可没法治疗了 这是悲心啊 方便散强 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人呢 他答备就是 那心的火 他那心啊 一天呢 都揪着那个窗上去了 那医生药也 没办法做容 他给他转移目标 说这个病没关系 我能给你做好 先让他放心 说那屁股啊 又长窗 那我可治不好了 那非死不可 再一说 这个病人呢 他把一天的 一边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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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的一用心 把他背上的大背窗 这个火呀 这心的火的火 把他火就引到的 疼不上去了 果不其然 三天一过 他那屁股就红的 又肿又大 这下他 他完蛋了 这后非死不可 医生说了 我答备双脚 见见就好 他找医生看 医生看都不给他看 说那没办法 你等死后了 我没药给你治 我又给你摸点凉快 清凉药凉快一下就行了 赶到十天 十天 他没有去医生那 他也走不得了 比如说 总得很厉害 医生到他家来了 有人跟他说 我再会你得救了 他说我这么得救了 你不说是我 这个长得疼 非死不可吗 他说 你的答备呀 好了 我把你答备 那个火呀 引下来了 他哪天呢 心向那答备 你的心火 说你的注意力 到那儿就没法好 我跟你说 你这个 屁股上长册 你一天啊 把那个答备 那个心火呀 引下来了 那屁股离心脏很远 肉有那么多 烂了也没关系 那心脏 后心 没有肉 就是骨头 那灾烂不把心烂了 我给你转移目标 我看着这个故事 我就想啊 说 众生心 你给他转移 除了他痛苦 这就是大悲 当真人很苦恼 你劝他 劝他什么呢 说你要放下 要看破 不要太执着了 当然这个他不见得到好处 你给他说点事实 他是干什么 你给他说什么 这都叫悲心 不是非难到佛经上说 那才叫说法 这慈悲心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给众生快乐 把守众生的痛苦 这叫慈悲啊 欢喜啊 欢喜很困难 欢喜心 劝人家 做好事 看着人做好事 生欢喜 对待佛所说的教法 如果是 你真正的信仰 生欢喜 见人的行善 你生赞叹欢喜心 看别人做一件事 离苦得乐 你生欢喜心 所以不要什么花什么钱 也不要你出什么东西 也不要出什么力 就是你心情 心情的转化 能够能够生欢喜 菩萨 他不对众生 他不对众生做讨厌的事 他不对众生做讨厌的事 如果这事不欢喜 他绝对不做 他绝对做他要欢喜的事 这就是习心 慈悲喜 舍呢 对众生有利益的事 有利益的心 有疑心 对众生 增加众生的利益 不增加的脑汗 这个很难啊 为什么难呢 众生在那个里 回去撒人放火 偷盗抢奸 你怎么利益他 你这个疑心怎么生气 要随顺他 转化他 我曾经弄了好多脑筋 我说那菩萨要对那个偷盗的 抢劫犯 他能随起他吗 不能随起他 但是他要转化他 那是一件同事事 跟他做一样的事 那菩萨就跟他去偷盗去吗 你不跟他做同行的事 你不能转化他呀 我就想起 想起什么呢 六祖大师 从五祖那得了法 跟那强盗在一起 吃了多年呢 给强盗们做饭 干什么 说行菩萨道 可不是一句话 有时候在反面的教材当中 这人你能利益他 我还能转化他 还让他入入佛门 这是真正的菩萨 不懈怀 不懈怀 修法 学法 说法 行法 永远是精进的 这个不懈怀 非常的难 非常难 这每个人 都有一生 做出点懒惰的时间 真正的道 永远不懈怠的心 常识精进 说佛教母 观察一些众生的心 众生都有懈怠 能忍受心 对于内经 内经 忍受 很难很难 所以我自己 对我自己说 很难很难 天天日日 那不是一时啊 时间可长了 我曾经在监狱里头 天天要忍耐 明天呢 可能再就消了 就出去了 希望心 一年三百六 十年三千六 一万多天 天天如是相 隐隐 对内来的警戒 不起嗔恨心 不起怨恨心 如果在这个 隐受的心中 如果有嗔恨 换句话说 动心 或者报复心 那就不叫隐了 能忍受很难 咱们搁搁刀 扎个小口 和一个痛苦 一天一时的 你能可以忍耐 天天痛 害病 为什么人痛苦的很厉害呀 这个要忍耐 那就困难 这就是修道 用功力的地方 还有不骄慢心 骄慢是自大共高 也就是因为自己不错了 这都叫骄慢心 这个学佛的人呢 天天的感觉自己惨愧 业障很重 每个道友都这样说 我业障很重 把业障当成脚慢 你的老师要听你说 说师父 我业障很重 真的假的呀 你如果天天一能 你业障很重 你做的可不是业障很重啊 你做起来 还以为自己很聪明 没得业障 那口里说 自己业很重 那业很重怎么办 要对着他呀 业障很重 和总犯 总是业障 所以 当你要感觉到自己业障很重 你还有骄慢心吗 还有高闹得不得了吗 其他的八种不嫉妒心 心有眼物 就嫉妒别人 看见人家得着幸福 得着好事 得着光荣 深深嫉妒 咱们经常说 既嫌度能吗 不坚弃心 坚弃心有两种 一种是财 一种是法 常识的 对财容易舍 对法 坚弃心 不肯会识 为什么呢 总感觉不对劲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我说人家不耐听 这又是一种 还有呢 他没有给我红包 我不给他说了 这又是一种 这种种类很多 这都叫坚弃之内说 这都叫坚弃之内说 收手 毕竟有灯铃之内说 等什么呢 等你的身 跟你的心 平等平等 自己的心 跟自己的身平等平等 所以你要修定的时候 一种定力 而引起的 这叫灯引 这叫定引 是吧 得定的心 专注一经 专注自己的性 叫灯引 等于呢 寒意呢 说你做上头那个 十宗心的 第九宗 前九宗的心 你都能够处于 定宗 定宗呢 以我这个定心呢 来行这九宗心 这个就是 佛跟那个 大万天王说 跟这几刚丈夫的说 然后 你再说法 有这十种心了 然后你再说法 这叫智者 若你这十种心 观察众生 看众生 合乎到 哪种心 你给他说法 才没有错误 然后为他宣说正法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宗母令他注重生类 文说说法 轮转生锁 多大险难 你以这种学书法 能拔出他的苦难 观察众生心 你自己的先发起 十种心 然后为众生书法 这样子呢 使那文法的众生 听闻你的法之后 他产生了 正知正见 绝不去 决不去 协知协见 也不会再造 乐业 如果你说法的人 你的心 还没运动好 没有这十种心 运动好 完了 你说的正法 众生 不见得到 不见得得到利益 有这十种心呢 然后为他 宣说正法 总不令他 众生之类 文说说法 轮转生死 多大闲 所以法师说法的时候 先观察众生心 完了自己 发起十种心 跟众生相结合 宣说正法 这呢 令那文法的众生 得完了正法之后 他起的知见呢 就是正知正见 不做种种乐业 文法要得利益啊 因而转了生死苦难 多大闲呢 才能够 转出一切 苦难 十股如来 散打一些众生形象 佛说绝对能达到 一切众生的心 他想什么 他的心是什么样子 没有成功的 没有取行论 为说正法 心相呢 就是心的相葬 心的相葬 有的心内相 有的心外相之相 内外有差别 内心 心性 清静 平等 心的内相 心 随下助缘 生起种种的 对外的心 对外的境界相 对境身心 这叫心的外相 心的形象 分这两种 一个内相 一个外相 没有成功的那个心 是清静的 是清静的 那是内相 没有取 没有舍 没有行 因此如来 善大一些众生的形象 为佛才能善大一些众生的形象 没有成功 没有取行 这样才给他说正法 据大家的一切 菩萨摩克撒动 没他说法 以复入识 菩萨具足了 内皮铠甲的防范 防范些过 防范的伤害 一个是外 保护 一个是内的保护 菩萨给的说法 也是这样子 必须披上 铠甲 内有保护 为什么这样做 慈敏呢 悲悯众生 就牵着那个 十种心 说法的心 菩萨说法的目的 是断着菩萨的烦 断众生的烦恼 让众生不生过患 让一些众生 透出欲有 虽有 无虽有 透出虽有的苦海 让一些众生 与小生 忠诚 大乘 随心所乐 趋向于乘 树远满顾 就成佛呀 很快 这样子给他说正法 说法的目的 就是让他停止生死轮 不再生死轮转 不去受那个险难 从不拎起轮转生死 多大险难 这就是菩萨的大悲 大词 能输得圆满 那么 人和名为无尘构行轮 无尘构者 菩萨说法事 不为有运 不为有处 不为有戒 不为有欲戒 不为有赛戒 不为有五赛戒 不为有此事 不为有他事 有前事后事过去事的 不为有住行 不为有受 不为有想 不为有思 不为有处 不为有作义 不为有无名 乃至不为有老死 不为有行 乃至不幸 这种不为有运 有就是色法 色法 就是一切受 一切受都叫有为 就是色受想行识 全是有为 不为有处 不为有处 十二处 十二处 不为有戒 十八戒 十二处是 六跟六十合起来 十二 那么 十八戒 不为有戒 不为有戒 有戒是十八戒的 六跟六臣六十 三六一十八 十八重 三戒呢 一戒 三戒 五彩戒 三戒 不为有此事 有他事 此事就现身 他事就未来 有行 行是什么 就是受想 思 除 除 除 就是接触的意思 你身上所受的 你敢除了 一时当中有作义 有非作义 这些个总的说 都被污名所舍 但是 不为有污名 佛在说一切法 不被这些法所舍 说什么呢 寂灭 真空 寂灭法 就是有尘 有漏 有构 有眼 不是空的 不是 这个讲 说对一切法 是有的 不是空的 但是 你不能去执着 这个有是什么 建立在什么上头 因缘所生法 是有的 是因缘中说有 因缘还灭 就是空 我也认为一切众生 学说正法 就是什么呢 运 处 戒 离开这个就没有了 唯一的是 运 处 戒 五运 十八 十二处 十八戒 五运的 骰瘦 相性 十二处 六根 六根 骰身 香味 处放 如于六尘 眼而鼻之 舍尸 身日 意识 如于 骰身 香味 处放 十二处 合起来 因此 所有一些法 行 是运动 有 十二指 魂灭 就是步行 六根 六神 六十 都是 祭灭 的 道生 众生 说法的时候 这些法 都是 祭灭 就是 祭灭 了 就说 入了 灭盘 了 入了 寂静 了 说一切 受 一切 法 都不是 运动 当中 不是行 是 祭灭 祭灭 的就是 佛所说的法 一切法 都是 清净的 根 尘 都是 祭灭 这就是 教化 众生 知道 什么是 清净法 什么是 言无法 清净法 不执着 一切法 空 不执着 不被执着词 也不被执着 表 什么是善 什么是不善 一切不执着 这叫 无成构 这个就是 国安 一切法 空 你怎么对待 一切法 不去执着 一切法 这种大乘的话 说吧 离死去 绝百费 行 行者 所谓的 熔断 十死 生比 不再生死 轮转了 你怎么样 才能达到呢 达到不再生死 轮转呢 怎么样 才能把五运六处 十八戒 断了呢 这进入大乘 有灌 灌 灌而后 这个灌 就是行 就是修行过程当中 说要想断生死 得到 灌灭 清静 那你去做 做什么呢 做断生死 断行 把行止住 不行了 行是运动的啊 不行了 是寂静的 就寂 寂灭 今天就是 剩下涅槃 酒精打的涅槃 断生死 不着急了 没有苦因 一切果都没有 那这就叫正法 叫正法 凡是你运动当中的 凡是有所做的 凡是有行的 都静止下来 所行者 静下来 所行者 不行 大家 怎么还行 讲 行就无行 空无陷 无怨 广大如法界 极无精如虚空 是在行踪 是在行踪 而无行 大菩萨 斗宗生时 就是在行踪 而无行 天天 斗宗生 不见 众生相 所谓 入满月光 清凉无奈 天满虚空 照出一切 无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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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就用这个比喻 来形容着 行着行 行着行 行着这个轮 大地实轮 这个轮 这个轮呢 清净 不动了 轮是钻的意思 不不钻了 没有轮可有了 轮就没有 还有何钻 清净入满月 必经入虚空 入世如来 即入菩萨 所有的神童 既说 教界三种圣伦 作用无奈 骗出法界 比喻的啊 拿这比喻 跟法合 是殊胜的三伦 无过无奈 行着 佛与这些大菩萨 他所有的神童 说给众生的授记 说的说法教界 是无奈的了 无奈的 而且是即兴的 即灭的 论是一般 你们说的论啊 神口意 这叫三论 也叫三页 三页 在众生 说 做 想 就是身口意 都是有奈的 都是障碍的 那佛跟大菩萨啊 他在于说 做 心 想 都无障碍的 叫做 这叫 书 圣伦 他的作用 是无障碍的 骗于法界 骗于世界 而 累了一切 所化的众生啊 佛大菩萨 他的三页 身口一三页 就是化到众生 让众生得利益 让众生快乐 让一些众生 去相涅槃 那这些个大菩萨 的化度 这个菩 佛与菩萨 化度 众生的事业 那是不与菩萨共的 不与一些 声闻原觉共的 属佛所证得的 就是一些众生的 归血 不与一些众生共 不与一些二生共 但是 他能令一些众生 断生死 断苦恼 断一些烦恼 正得难乐 达到菩提涅槃 这就大乘轮 大乘大计 十轮的轮 再一个是大乘轮 这个轮叫什么名字呢 如是名为 祝佛菩萨 无尘构 行 轮 这行就化度 众生的运动 说 佛菩萨的身口 一三轮 无奈 众生的三轮 是有奈 所以菩萨叫妙三轮 众生有奈 菩萨也这样做 菩萨就无奈 所以他叫妙 他所做的 所化作为众生的 无奈 一切众生 闻着三乘法 无奈 小不奈大 大也不奈小 归去 一样的 归远无二路 归去没有两个道路 就是一个路 好 今天就讲这里吧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请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夏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时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指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 海内外 共12311次 大楼 我们都知道 在古代 尤其是这个藏体 洗头发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一件大事 不是曾经 不是经常有机会 洗头发的 那么有一次呢 有一个就是非常隆重和盛大的 这个会场 场合 是从对这呢 需要洗头发 那大概是 大概这个宴会上 有这么一个步骤或者仪式吧 那么就在这开始 洗头发的时候呢 在场的这个纪护大师呢 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想法 他说啊 在须米山的北方 有一处泉水 如果詹布可以用 那里的泉水洗头发的话 那么不仅 詹布本人会受避南山 他的子嗣都会绵延不绝 然后呢 香火不断 而且会适当英明 江山稳固 设计繁荣 那么 这么一说呢 就众人听到 就觉得 哇 这当然好啊 可是这须米山北边的泉水 怎么可能 拿得到 谁有这个能力呢 纪布大师说啊 连湿就会 于是呢 就众人请来了连湿 那么连湿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先拿了一个金瓶 用一块白布 把这个瓶口盖住 然后把这个瓶子呢 就放在了檀城中央 接着就连湿 就开始默默的念诵咒语 随即呢 把这个瓶子呢 抛向这个空中 只见这个瓶子呢 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然后最后呢 就直入云霄 就不见了 过了大概一顿饭的这个功夫呢 突然之间这个金瓶呢 就自动的出现在连湿面前 于是呢 这个连湿呢 就命人把这个瓶子 拿给赞博洗头发 那个人一打开呢 发现里面果然装了满满一瓶的泉水 但是呢 那个人并没有直接把这个金瓶送到这个赞博 而是拿到了那些大臣们议事的地方 让他们来献给赞博 可是呢 这些大臣们一拿到这个瓶子 就开始议论纷纷 他们就觉得 这种来历不明啊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了水 不能随便给赞博 所以呢 他们就偷偷的 把这个水倒掉 所以说呢 现在想起来 对于当时那些后世的真部来说 这是一件多么可惜和遗憾的事情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需要一点 开阔的胸 心胸 和一些 就胆识 而且 要心怀敬畏啊 要不就算是这个连诗真的就是化线 在我们面前 可能我们的反应 也不一定会比那些大臣好到哪里去 那个时候 也发生过很多非常神奇的事情 那这些呢 就以后有机会的话再细说 其实呢 当时连诗呢 他想要在吐蕃多待一段时间 这样以来呢 他不仅可以完成 他想要彻底降服和约束众神的这种计划 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来弘扬佛法造福王民 但是呢 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呢 人们的这个福报呢 可能还是不够 那个时候呢 赞部身边有一些大臣 可以说是一些奸臣 私底下呢 议论纷纷 觉得这个宙事太厉害了 把我们的赞部呢 就骗了七昏八素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呢 恐怕这吐蕃的江山呢 就要落到印度人的手里了 所以呢 他们就觉得 想尽办法啊 让这个连诗呢 尽快离开藏地 否则就夜长梦多 于是呢 他们用各种方式 向这个赤松德阵 打报告 散步这种禅言 有点像是逼着这个赞部啊 赶紧把这个印度的州市赶走 总之呢 不久之后呢 连诗呢 就启程离开了藏地 当时呢 赤松德阵 派了几位 对这个连诗很有信心的大臣随起 一路会护送这个连诗出葬 即使连诗那时候已经决定要离开 可是那些把连诗赶走的这个奸臣 还是感到不放心 他们觉得啊 这么厉害的咒诗 一定会对他们做什么 特别可怕的咒诗 他会记仇 所以呢 就是这些奸臣们 就私下偷偷地派了 18个人马来行刺连诗 其实呢 连诗呢 当然就早就心里有数啊 知道这些人会来 那么当连诗他们一行人 大概走到了 现在的阿里地区 附近的一个山口的时候 这18个早就那边埋伏好的刺客 就突然冲出来 手握武器来刺杀连诗 可连诗是何等人物啊 跟上次的唐古拉山一样 连诗就对着那帮人 随便用手这么一直 他们一下就全部钉住 完全动弹不动 连说话都说不出 这个画面呢 有点像是想起了一点 西游记啊 把他们钉在了原地之后呢 这连诗一行人呢 就又继续前往 没走多久呢 到了一座山上 这送行的人就差不多 只能送到这 分别之前呢 就连诗对那些送行的人说 以后这佛法在藏地 可能会遇到烦难 然后呢 这个Zembo的后代会断绝 吐蕃 也会因此分裂等等 连诗呢 就大概进行了一番 类似的这个预言和教戒 最后呢 还嘱咐了他们说 你们回去的这个路上 把这些东西呢 就撒在那些 要行刺我的身上 行刺的那身上 他们就可以恢复如初了 那我现在要前往西南奔 西南边 要去调斧罗刹 于是呢 就是连诗就把一把白戒指 递给了这些送行的人 随后呢 就从马背上 纵身一跳 然后直飞云霄 那些人就抬头 遥望啊 还能在云霄里面 清楚地看到连诗的 随风飘动的这种金色袈裟 于是呢 连诗就这样远去 那么这些送行的人呢 就回程的路上 按照连诗的吩咐 将那些白戒指 撒在这些刺客的身上之后呢 他们就果然就 像连诗说的那样 恢复如初 可以行走 可以说话 然后呢 这些送行的人呢 回到这 迟诗得在身边的时候 就把这一路上的见闻 连诗的嘱托 还有预言 一一地就传达给了 这个赞卜 那迟诗在这听后呢 对这个送走连诗啊 感到追悔莫及 只可惜就 为师已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